1967年 no 1月 時間到最後 好,開始啦 早早早 今天回來了兩週之後又要來爬 今天爬的是陽明山的陸絕瓶到黃嘴山 那這一段是要申請的 那大概是來爬的三天前申請 然後他會給你一個陸山的許可證 然後就可以進來 那這今天大概會走個五六個小時 最主要點就是頭前溪瀑布 然後再來就是陸枯坪 山,然後是黃嘴山 然後看看那個黃嘴池那裡好不好走 如果好走就去 然後再到那個北峰 就是黃嘴山北峰 然後再回來 那如果陸屠順利的話會走個O型 那不順的話 因為這個是要申請的 所以可能路基不是很好走 可能草會太長 所以說如果說到時候看 如果說草太長,路基不是很明顯 就是走原來的路回來 這樣 OK 好怕 開始 今天很高興五人全部到齊 然後來走這個古道 那第一個是頭前溪瀑布 這個瀑布感覺是很像蠻大的 蠻漂亮的 等一下就來看看喔 走到插路 往右邊就是往那個頭前溪瀑布 然後路絕坪山 黃嘴山的方向 那左邊 富士坪 那個黃色O型的話 就不用申請 好吧,走吧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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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沿著溪走 頭前溪 蛤 從大概二十幾分鐘的石頭階梯路 然後依著那個山溪而行 然後這裡山泉水下來 雖然清涼 可能森林很漂亮 現在走到頭前溪瀑布的插路 底下就是瀑布 看起來很大 等一下下去看看 走到這個頭前溪瀑布 花了三十分鐘 這瀑布很漂亮 這個深藤大概一層樓高 他不會游泳的掉去 可能兇收幾少 一層樓大放不到底啊 一層樓大放不到底啊 一層樓大放到一層樓盛 V由造成... 飛破 了女文,олée 跟鹿爵坪山的插路 那我們往右邊是往鹿爵坪山 那一直走會到那個荒嘴山 那可能下午看看有沒有機會走這條回來 OK 往鹿爵坪山有一段要拉屎 大概45度 OK 大聲的 有點倒 有點倒 去看帥哥嗎 有點倒又有點滑 還好不下雨 下雨就好 還好繩子綁得不錯 洋雞隊的齁 終於到了鹿爵坪山 一桿種了已經在那裡整了 鹿爵坪山 鹿爵坪山 蝦虎坪山 鹿爵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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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翵坪山 鹿豛坪山 不要客氣 走到這裡大概一個小時又十分鐘 有啊 還好啦 這路況還好 選魚相似要不要 對,我撿了 好,等一下要啟程到那個我們的終點 那個黃嘴山 大概可能也是需要 四、五十分鐘吧 等一下 從陸枯平山要到 那個黃嘴山 整個路況、路跡不是很明顯 只能看登山平條 走到這裡一個岔路 左邊往黃嘴山 大概還要三十幾分鐘 那右邊的話是往老寮湖 這裡的路徑很不明顯 所以說要來的人 一定要背好 GPS或是離線地圖 否則 否則真的會迷路喔 應該快到黃嘴山了 走到這裡 剛剛好 對,很漂亮喔 終於到了黃嘴山 大家在那裡休息了 哇,這附地還蠻大的 這附地還蠻大的 三角點 黃嘴山 912公尺 它整個附地 漂亮 天氣很棒 天氣很棒 哇 風景真好啊 天氣真好 上面黃嘴山是一個草原 這附近的粗獅 要把他揚大一塊 這裡就是黃嘴池 周圍 這是火山地形中間的凹陷 所以這以前是舊火山口 所以這個雨水下來 然後就淤積在這裡 很難得走到這裡 因為中間的路的草叢很長 不好走 路基也不是很明顯 這裡很多野牛 你看路上全部都是牛屎 不錯 今天天氣很好 希望下午不要急大悟 到了黃嘴山的北風 大家在這裡休息 八九三 四周 四周 下面就是萬里 萬里 前面不知道什麼山 這是一個平台 今天這裡是算旅程的終點 現在回程 等一下去脆脆股看看 這裡應該就是脆脆股 然後我們就來這邊釣炒這邊的森頭 我們就來這邊釣炒這邊的森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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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起來看魚有沒有什麼樣子 現在會日公用量的 到達脆脆子 對,那邊釣炒這邊 通知比較兇散 對,那裡有個牌子 那邊釣炒這邊 那邊釣炒這邊 那邊釣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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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是小吃啊 他不釣炒 那邊釣炒 快快點在攝影喔 經過頭銓溪 你在攝影啦 你在攝影啦 你在攝影 你在攝影 應該還好啦 不會很滑啦 順便把那個鞋子洗一洗 剛剛好 OK 來到山路邊的一個土地公 保佑我們整個 一路平安 行程順暢 早上走出來啦 大概花了 六個小時又 又三十分鐘 我們十點半開始走的啦 對啊 差不多六個小時又三十分鐘 那整個行程 走了一個大批型 那又走了那個 頭銓溪的瀑布 然後 路絕山的 路絕 路絕山 路絕平山 然後 黃嘴山 然後 黃嘴池 然後 黃嘴 黃嘴山 北峰 然後 又去走一個 翠翠池 然後這樣走完 蠻原始的 那如果大家要來的話 其實 那個要上網申請 那有四條路線 第一條就是我們 路絕平到黃嘴山 這個路線 然後第二條是 晴天崗到 鹿嘴山 黃嘴山 那第三條就是 那個 路絕平到 晴天崗 中間經過黃嘴山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反向的 這樣四條 大概一天大概六十個 六十個名額 那在翠翠池那邊 那個 有點迷路 因為那裡的布條太多 啊 建議大家 如果要來的話 要走那個 晴天崗那個方向 因為 從路絕平上去的話 會比較延時 會比較延時 他有沒有話要講 哈哈 就是 假新聞 欸 他 差一點 差一點要跳失聲機 差一點要上新聞 看不到路 就是翠翠谷 那個 那裡的路基很混亂 然後翠翠池 本身又是一個 沼澤地 大家都陷在那 沼澤地裡面 那個鞋子都 全部都是泥巴 欸 這也是大家之前做的 這個 才不會黏 對啊 這一條是 真的是很原始 欸 他建議大家 要來 尋找刺激 可以來 試看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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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不錯的路線 不會很累 那要留下那個聯絡電話 有人有請教人 空空空空 空空空 可是那個朝 真的好長喔 真的有時候 那路基難變又小條 所以說 那個 要來這裡 要下載 陰線地圖 然後 所以 配好GPS 這樣會比較安全 容易 很容易迷路 好 回家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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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